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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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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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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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這太棒了 放這樣子比較帥 護獎 Tip-C的充電線 有多附贈四組獎 遙控器的手機變換線 這就是多附的搖桿 喔不對耶 是多附了兩組獎 以我高超的技術 這個應該用不到 這種撕開貼紙的感覺真好 天啊 看看包包裡面還有什麼 第二顆電池 第三顆電池 充電器 變壓器 沒有了 全部就是這樣子啊 這次啊 iPhone 8 Plus 跟 Air 其實啊 老實講喔 其實大小啊 是差不多的喔 這是 Air 跟 Pro 我覺得光比較這兩台是不公平的 我沒有Spark 等一下我要去找鹹魚爸 一起試試看Spark 今天的影片啊 都是用4K錄影 看看這幾台入門的空拍機 哪一台才是最值得買的 待會告訴你 這幾台入門的空拍機 是最值得買的 只有今天才有出太陽 我們打算去板橋的河堤 今天的太陽蠻漂亮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後面 前輩在這邊到了 他打算滑圖輪 等一下我手才能空出來 我覺得你這樣很酷耶 這個裝在這邊 這個裝在這邊 忘記遙控器我還帶出來 這個是SPARC 我從來沒有飛過SPARC SPARC喔 我覺得它比較像玩具 但是它很有趣 你不要飛太遠 你只要在4G內一公里內 我覺得都很不錯 SPARC Air Mavic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看 他們4K的畫面表現是怎樣 SPARC最多只能到Full HD 它到30分鐘而已 對 這兩台的極限都是4K 那今天我的影片都是以4K為主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畫面怎麼樣 1 2 3 1 3 2 3 1 3 2 3 1 3 2 3 2 4 那至於拍得怎麼樣呢 我要回去才知道 那我先講一下手感好了 我第一次飛SPARC 其實SPARC比我想像中的好飛很多 它沒有 因為其實之前在網路上啊 常有人講說它很像玩具啊 還是什麼 可是我倒是覺得它飛起來 其實還讓我蠻放心的 然後它的價格也合理 我回去再畫一張圖 然後今天的Air啊 就是可能是因為它剛更新的關係 它的圖傳啊 今天啊 因為小英爸有跟我講 其實它昨天飛不會 它有可能有更新它的韌體 還是更新什麼 它今天的圖傳是比SPARC還糟糕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連我自己照的怎麼樣 我都不太敢確定 等我回去以後 我再看一下 Mavic還是有一種讓人家非常放心的感覺 老爸過兩天就要出國 我在想我還是帶著 現代的Mavic 2 我畢竟對它比較熟悉 然後所以它在做各種的動作啊 什麼來講 你就會感覺很放心 很穩定 前一把還在飛Air 感覺怎麼樣 現在可以 但是呢 你看我現在飛到橋那邊去了 現在沒斷了 可是還是有點卡頓啊 對對對 還是有點頓頓 有沒有 就是一個太耳朵 你要我留下 你 我要你 我愛你 我長得 我擔任你